第二张地图潜艇 BD担任潜伏者 航空担任保卫者 这样的话还好 不用担心说BD上来各种潜艇了 他们先当潜伏的话 就要看一下 他们当潜伏 其实他们也是挺喜欢打木门这一块的 现在看一下 再来到潜艇上 两个烟雾弹 BD做出怎样动作 三个人来到一二门 他们是比较喜欢打木门这一块 先是两个烟雾弹 一个封木门 一个封艾大楼梯 两个烟封死 三个人过来 又一颗烟雾 我们看一下 另外两名队员 一个是在闭控 一个是在走廊 看一下 这个位置 没有看到 管道这边下来搜了 对 卡层也被打掉 黑屋 无难关键时刻是顶住了三杀 漂亮 这是小九在黑屋的一个三杀非常关键 反应很快 第一波的这个瞬间的爆发 一上来的话 帅风先被打掉 在这边 必须黑屋这一块的防守队员反应速度非常的快 第一波被汉宫守下来了 第一波被汉宫守下来了 这一分BD打得还是很坚决 三个人到位之后 立马配合管道一起下 管道也是一点都不犹豫 立马下来 其实刚才没有关注到 必须是这边的那名 最近是最后一个死掉的 最后一个被桑尼在 在二楼是被桑尼给补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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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是一开始就那边打起来 我可以是进来之后没看到人 感觉进的还是速度有点慢 他可能是想找人 这边已经焦火半天了 这边还刚到二楼 对 看一下这一分 再放心一下吗 一颗闪光到这 一个特身 水白了 水白了 小九应该是吃白了 弯上这个枪不可能这么歪 那个歪的有点过分 太白了 还好最后应该是缓了过来 那现在是四大四 看一下 BD 是回家把C4捡上来 然后应该还是要往BD口 这边玩脑进来是不是应该是看到了吗 应该是有所发现 对 走廊 三个人 看一下他们这边的一个动作 可以是先进来 直接诱拐 一个被打掉 第二个侧身 又是无难 残血晃掉两个 看下黑屋的小林 能不能拖住 拖住了 拖住了 帅风也是补了过来 刚刚三点这两个潜伏者 没有人看包点 对啊 尤其第二个人进来 往后走 也不管包点的人 往后走看卷底 你要么你就直接左拐 去铺卷底 没有说是那个 那个造型往后 对 你又担心卷底 然后你还不要去三点 对吧 你接下来三点 你就看包点呀 你要担心卷底 你就直接铺卷底 而且刚才无难是一个 很残的一个血量 换掉两个 看下这分汉宫一二门的一个前顶 主动拉点 小林的双杀 后续还有小林没走 觉得 赶紧撤了 其实现在汉宫啊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选手 就特别需要 也是挺适合打这种 就顶着打 顶着打 就是带几个人一起 我们顶着打 根据是 Denimo又是摸了进来 不知道 那个B区的防御队员 有没有发现 应该是知道的 应该是知道的 因为在两边看 这里Not Zing和队友 又是来到木门 感觉 打前领这张图啊 BD去哪 要打哪里 先把红烟铺上 是的 像如果说 下次他们再碰到 就是说BD的话 打前领这张图 只要看到 A大楼梯这边一个红烟 木门一个红烟 好 知道了 木门这边肯定有人 木门这边是确定有人的 但不是一个主攻的方向 这就不确定 对 反正至少两个起步了 看下这番 大约被打一个侧身 后续卷底 Sony也是被Denimo给补掉 这完全这一换一 对 完全不错的 对 完全个人能力了 是的 二打二 这一分三打五 最后打上二打二 还是不错的 而且有优势 小九这边血量很残 是的 对于BD的话 这一分还是有机会 嗯 不过 剩的两个人 都是状态很好的 韩红队员 但是无难这个血量 来了 这个人很关键 说不说就不解 好 那就看小黎了 一为二 没关键 打得非常的稳 根本没有选择硬钢 没关键 没关键 这样的话 BD拿下第一分 一比二 其实这一分完全就是 不该输的 五打三吧 对 五打三不该输的 其实也可以说是 丹宁宝这边是 个人能力啊 一个人去B2层秒了两个 然后导致你 这个B炮点空了 这边最后的话 其实刚才在上一分残局 一二门这边封完烟雾以后 其实可以看到 汉宫这边在B宝点的黄手 他动作是有所改变 想往A去去偏 导致最后大药这边 也是给了一个侧身 这一分BD五打四 又要进攻一二门吗 哇对于这一块真的是 你看拔拔过来两个红烟 就是A大楼梯一个烟 一二门一个烟 对 这一次应该是选择来A大了 把他摔封没有换掉 A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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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空已经倒了 这个WARE的造型 往马路上一拉 来吧 来吧 两个人看屁股 看一下这边小黎和三个人 两个人回房 有道具吗 一颗闪光 再回到正面 这个时候小九应该要直接让他走 这样对方应该肯定是要反应过来的 对 其实 小九应该要早点下去的 没有办法 是一分 哦 哎 残血秒掉两个 不行了 但是没有C4时间是不够了 其实刚小九在A空等的一手 其实等的有点太久了 其实在队友跑到双门的附近的时候 他就可以先下了 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赶上那个时间差的 刚才一分的话确实 BD这边也确实剩的 人员有点太多 人不需要那边过来去帮忙看脸的 每个人看好自己的这个大楼梯就可以 2比2 BD又是连续两分 跟黑色橙橙一样 上来先让两分 然后再追上来 现在就特别想看这个BD等一下当保卫者 各种前顶 搞不好一上来第一分就是顶 不是B点顶就是A门顶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在前几 前几天的比赛当中BD 他只要打前点第一分好像都是B点 B点 不是木门就是B空 木门就四个人直接往斐加打 他也不去广场 看一下这一分的整体一个动向 根据要打一个三二阳光B 阳光B 阳光B 三个人一大一波骚扰 直接是退回中路配合着更新式吗 直接是一二门的机构 这应该是要打和第一分一样的道路 和一二的道路 三个全B 两个B 这边没人管 你看 这边人管一挂的小黎 小黎这个视角全是背身侧身 我看小黎这个视角真的太舒服了 没人管他 你打了就打了 那这分比赛的话 这三个人嘛 三个人一大一个 一波骚扰 直接迅速是来到一二门 直接配合着更新式的两个 想法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后续没有人去管 全里的也是看了 但是小黎还是心里有一个位置的 嗯 大腰的话到现在还没齐杀 是不是黑色城镇把这个 人品都用光了 还希望他早日醒过来啊 这感觉这一分的话 哎 双方的狙击手 来了来了 哎我这个 先开一下告诉你我来了 让你做防备 好大腰开虎了 大腰开虎了 大腰开虎了 开虎了开虎了 开张了就行 还发现更新式进来了 三个走廊 看这个直接出 还要往右边拉吗 直接堆三点 被桑尼堵掉 哇大腰回到这里 注意到一个手枪 稳一手稳一手 BD他们这边在中路的一个进攻 就是选择要往右边拉 就往右边拉 没有往卷底说是 铺卷底去黑屋的一个动作 对他可能就是平时 但是只要我三个去捡 我就往三点拉 但是你知道 你那么多人往那边拉 汉光这边在包点 是有一个言评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BD这个战略 他不考虑到对手的站位去改变 就是我只要我来打 我就拉三点 我不管你怎么站 我就拉三点 就没有人往三点拉 或者说没有人直接往前跳 一个连跳 碰到这个黑屋附近 然后往包点钻 四标 那正常的来说上 咱们国内队有一些打这个战术的话 又 三点往右拉的 基本上就一个 对 看一下这关H的进攻 C4是被打掉 对 这一波其实打野的这个气象很明显啊 对吧 上来先两个红烟了呀 告诉你我A点有人 5B2 那渐渐的汉光又把这个比分拉开了 BD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有点 小萌了 嗯 就主要我觉得他A点点烟无奈 这 每次来每次人 不来的时候就没人认了 说不定 这个太明显了 说不定自己这边BD也会藏有大招吧 就是为后续 为后续去做一个铺垫 对不对 前期先给你个心理暗示 我只要扔红烟我就打A 等以后是吧 对 后面 后面关键比赛某一分 怕我扔红烟 然后直接5个B了 但是 哎呀 但是其实咱们作为一个上帝视角的话 这么看确实是这样的 又是这样 但是你当在在场的队员 你身为汉光的一个队员的时候 他把把封这两个烟 但你还真不敢去百分百确定他们要来到这 要来打A去对吧 还是有一个心理的这个 关键他不是两三把的 我光看已经看了就是大概四把四五把这个样子 对于汉光现在其实他们也是 怎么可以这样 就是按正常人的一个思路 对啊 他也可能会想把把这两个烟雾 把把打A就会一样的 对吗 你这一把打这个烟雾了 会不会去换一个套 对啊 他也会有去考虑这一点的 感觉还是想多了 对 他就是的 只要来就认约 看下进边的话 C3放 BD剩下1.2F和WELL两个人 甚至烟雾来到 要不要往上摸 哇 站的这么直 这个位置的话烟雾没了 Sony 啊看不到的 是在一个小凹槽里 看到了 这里直接被打掉 看WELL WELL WELL 6比亚 给帅峰打笑了 帅峰说 哎我刚刚跳在空中手上给他抱 哈哈哈 哈哈哈 下半强到最后一分 啊 留给BD的 识会不多了 我这个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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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大药啊 杀了VNO之后啊 从0-3变成了5-3 连杀了5个 这个狙击就是需要这种一枪的手感 嗯 哇管道 今天第一次给到管道的视角 突然给到 还有点陌生 这边BD当时醒悟者的时候 没有一分是到管道的 只有一分 只有第一分吧管道下来了 后面就没有 就片格这一二门的一波战术 后面就没有 管道这么重要的点位 竟然来说没有太多利用 是非常 那这样的话这一分 又是被锁定了 这一分 这一分基本上凉了啊 帅风已经 开车开到你家了 开到C4了 对开到你家门口了 有惊喜 那这样的话我要到 上车吧兄弟 我要到还是心里有的 也看到帅风了 帅风先按两声 按两声喇叭 做扫edo と行喇叭 analytical 打ド绮 我 MATT BRAD 多说两句 手法 Laser 打打一 汇叭 remo 好 上半场是7比7比2 哈哈哈 7比2 Peace comme ça 下半场双方角色互换 感觉BD这边有点沉温了 对 因为这么大的比分落后 所以这一份也没有选择顶防了 其实今天BD的话 黑色和潜艇两张地图却是没有发展出 他们在之前的一个战术 还是说一个个人实力的一个枪法的体现都没有发挥出来 这一场潜艇的话 可以说是怎么说呢 就暴露的BD这个战队他们的潜艇确实还是处在一个劣势的 因为对 就是一些很明显的一些问题 因为印象里面他们打潜艇都是 都是输的感觉应该都是输的 无由至于的BD他们最强的图就是港口沙丘嘛 那半掉以后其实我觉得 还是抑郁这边还是玩的还是不错的 抑郁打的还行 就目前来说 可以说在他们这个这几张 这所有的地图当中 前景可以说是BD稍微抬下面的一些地图了 对 我印象里面就只有 应该是赢了情景 只赢了情景 这一场BD的一个防守要主动轻点 拉出来打掉一个 后续不走吗还继续对两个 还是凭这个个人的一个枪法二环二 但是中路这边摸了出来无难能不能意识到 你还在回头看 哦 看这 那这样的话随时是被打掉 不知道 是看不到的 对 对啊 我感觉ADF应该没看见 是肯定看不见 这边 要看见了 我觉得他应该就不会走了 应该就在闭口呆着了 但是这边两个人要注意一下时间啊 只有30秒 这那是大脚步子 这边是从来没绕了一次 对 这个 还是有点远 可以安放C4 但是你这个样把对包点让给汉空的话 汉空就有机会了 看一下ADF的第一枪 嗯 来了 啊 汉空箱赶紧跑 再加第二点 漂亮 啊 这个空中闪见是没有打掉 看一下小林 打掉一个 但是ADF这边补箱也是非常快 啊 大腰这个动作说实话有点就是有点浪 上态度上脾气了 上 说实话有点浪了 就可以稳稳的在上 对 如果说打关键 就我不相信他会这么 你用这个动作下来打 因为说 因为你只知道他的跟运势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动作 而且下来你只有一枪 跑都没法跑 这赌博是打法的 嗯 只有一枪机会 打不死就是 就再见 没关系嘛 领先的很多 而且 而且自信嘛 7比3 哎 看一下这一枪 没有打到 这两个人的防守 他这么直直的瞄 如果汉宫进攻医区这边一个枪线一个大跳拉的话 能感觉会转的掰的很费劲啊 对 但是如果说 这个角度的话 汉宫第一个人他不是那种直接横拉的话感觉他的角度还有 对白了小离 不扑了 是白了不敢拉了 但是我感觉那个时间带是已经缓过来了 吴南后续补了过去 你换1 这个也刚才也可以有听到吴南的一句话 对 小离没学了让后续的补 但是小离这边 可能是听成了小离你扑 对对对对 可能理解错了 小离没学了 你扑 哈哈哈 小离说 小离说啊 我觉得应该是 我打喊的是他后面那个人 对对对对 但是小离现在手感好啊 15刚7啊 那小离今天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对 来到汉宫之后啊 状态都很好 从发展联赛这个状态就很好 可笑这一分二打二 二打一 好 帅风直接是 对吧 独自然是 好 轻转 好 看 对 还是对吧自己要先拿个几分 你得最起码先拿个九分 我们再封上一颗烟 这一分是会不会也是选择一个三二加B点 我看到B空是两名潜伏者 这是已经啊在卡着点 我怎么主动拉过来 应该是有瞄到名字 过来就是要轻这个点的对 那这样的话看一下战术会不会有所改变 B空已经开始往平时打了 打掉这次是选择了m4 打掉卷底的adf 我们看到三点上了是有人的 我这个高报 我们看到小鸡这分结束的话 汉宫也是叫了暂停 其实现在对于汉宫 这两分下来没有说是一个进攻的 感觉有进攻的一个动向 但是打不开 打不开局面 就是打得不顺很难受 就取得不到优势 这次会讨论了 我们就要打不开 这次会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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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打不开 我说是一个颜色的 我们就要打不开 那是什么 是这样的 那是这样的 分开 我们就要打不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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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帅风一个人也在B区开车了 好感觉帅风啊特别喜欢这个单兵作战 开车队伍里现在也是属于他 经验丰富的 经验非常丰富了 所以说一些单点的任务 重要的任务去骚扰啊 去拖节奏啊 还是需要他来做 四打二 看到BD是一个在全体的 一个是在B控 B控已经暴露了 那这样的话 汉工的选位就可以很好选择了 等着你来 是的 瞬间剩下well一个人 把药以前呼枪 这架位其实也是胆很胆大啊 哦呦啊 没有 C4没有时间了 没有关系 哇这个well 这一下啊 这个有点吓人啊 我就说什么突然叫出来 也是C4这边没有时间了 汉工才出现这一种稍微浪一浪的情况了 但是也就看得出来 well的这个枪法还是在的 虽然说啊 是个逆风局 但是自己的枪法还是没有变形 在这样的话 9比4 赶紧跑 汉工已经拿到了3点 哦 小离这个枪 在烟雾里是直接穿掉了丹尼某 小离现在是状态越大越好 现在自己应该也差不多 快20了 5打3 小离在最近的每一场比赛 他都有一个很好的状态 没有说是出现那种很差的一个 就从数据上来说的话 没有很差的时候 对 我记得他上个赛季打PL的时候 其实发挥啊 并不是特别好 但这个赛季感觉真的像是 变了一个人 进步非常的大 可以说是吴南这边是吧 嗯 焦的还是不错的 又是大药 5打2 一点一点蚕食你的人 也不着急 5打2 我这边都不着急 看一下这一分 not there well 两个人 能不能帮助队伍扳回一个局点 突然就不稳 但是反观汉工这边 5打2 太稳 没有人动 哎呀就不动 继续在卡点 看到了这边卡到一个 打了两枪 感觉汉工是故意的 就不想打这么快 就不想这么快结束 哎 well这边秒掉了小林 我要开枪真的是稳啊 要抓到了最后一个 你看要抓了 必须炸弹已安装 但是 再 através 选择 那这的话也是恭喜 是的 79 谢谢